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古中年的一个女作家 她在杂志社的派遣下 对这个兰花大道的故事进行采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一开始让她甚至有那么一些厌恶的 这个少两颗门牙的兰花大道 通过这个采访的了解的过程 她甚至于迷恋上了这个采兰花的大道 她自己也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迷恋上这么一个兰花大道John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地来分析一下 这一个兰花大道 还有女记者Susan 兰花大道John 她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热爱兰花 喜欢兰花 然后她采摘这个稀有兰花的目的呢 是为了保护她 培育她 但是她对兰花的那种理解和狂热 已经到了一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使得她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 都充满了理想主义 就相当于是自己骗自己 这种状况对于女记者Susan来讲的话 甚至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 一种很漂亮的光环 人尽中年 然后事业啊 感情都是相对的稳定 但是对于她这个记者的生涯 她自己的生活 她总会觉得缺少一些激情 太死板的生活 所以当影片当中 她看到这一个兰花大道 对兰花的那种执着 那种狂热的喜爱 也激起了她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让她觉得 她的生活当中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激情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女记者除了迷恋上这一个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为什么没有去选用在这个 偶像明星云局的好莱坞 一些其他的演员 而是去找了这两位老戏骨 Media Strip和Chris Cooper 这两位非常顶尖的实力派明星 不知道大家对Media Strip的了解有多少 但是她曾获得14次的Oskar 这一部影片当中呢 大家最熟悉的一部应该是 多年以前的那一部《狼桥一梦》 其实今年应该是 算是Media Strip58岁了 但是到现在她依然在穿Prada 看过刚刚的篇花 大家也看到了在众多的好 这几部非常经典的影片当中 Media Strip的精彩表演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着来聊一下 这一位兰花大道John 也就是他的扮演者Chris Cooper 在电影改编剧本当中的出色演出 使得Chris Cooper获得了当年 几乎所有电影奖项里面的 最佳男配角 当然当中也包括了 Oskar的最佳男配角 可能还是会有人会问 Chris Cooper到底是谁 其实他扮演过非常多 非常多经典的演出 我想大概可以分两类 一种像靠近于这个偶像明星那一边 还有一种演员呢 我觉得就像是Chris Cooper的那一种 当他投入到一个电影里面 去表演电影里面的角色 那一个人物 前面我们了解到了女记者Susan 她写了一本书 这个《兰花道》 那这本书呢 就引出了接下来的这一段故事 这本书呢 后来变成了一本畅销书 大家都非常喜欢 于是有导演就希望把这一个书的内容 拍成一个电影 所以就需要找一个编剧 那就出现了我们第三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Nikolas Cage所扮演的Koffman 最牛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 影响了前两个故事的发展 最终的Charlie Kaufman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编剧 可是呢它仅仅是一个二流编剧 在电影当中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来越郁郁寡欢 因为它发现它的事业 它的生活 在各个方面 包括它对自己的衡量 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都有着相当大的矛盾 它希望把任何它所描述的 它所写的东西 还原到它的真实 但是在好莱坞里面 没有噱头 没有凶杀 或有一系列的这样的画面的剧本 好像不大能够卖出去 所以对它来讲 它非常的矛盾 这一次当它拿到 《兰花道》这一本书的时候 要去改编为一个剧本 它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它认为这一本小说是完美的 而且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在它的现实 在它的理解 在它的脑海里面 它会觉得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 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这跟它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看事情的角度 是相抵触的 最终它发现 它完全不能完成一个 完整的故事 对于这一本书 这对它来说 是一个相当大的答案 故事到这儿 其实只讲了一半 故事当中有三个小故事 但是它连成了一个大的故事 但它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故事呢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可以接下来继续观看 让我们一起来 静静地欣赏这一部剧 有后现代风格的 好莱坞佳片 改编剧本 好莱坞佛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宾伟护